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您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让我们观众能够得到土耳其的成长史 然后另外您提到了好几个观点 我都很有兴趣 我们继续再看请教教授 第一个教授提到 其实土耳其的源头 根据教授的说法 其实是在西伯利亚 这个是跟一般人的想法有点不一样 那他在西伯利亚 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 那他的历史是怎么样记载的 包括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历史 是怎么样去记载西伯利亚这一段历史的 其实这里可以佐证或者溯源的资料不多 就是在土耳其各个部族各个民族的一些神话史诗里面 都提到 他是一个北方的民族 因为天气突然的转变 所以下来南方 有提到的他们就是叶尼赛河流域 跟他附近的恶尔混河 还有几条河 那这个历史 到目前为止 要再做出很大的佐证或改变是不容易 但是呢 当他南下以后 跟旁边的民族接触 比如说 当他跟中国民族接触的时候 中国的文字史料就非常多了 所以刚刚主持人松哥您提到这个 大部分都是对于一个源头的记载 这个记载之外呢 因为没有旁边的民族的相关的历史记录作为佐证 那土耳其 土耳其这个民族下来以后呢 他大部分呢 是往水草比较丰沛的地方去延伸 对于自身民族的来源呢 当时的记载并不多 所以这是普遍大家接受的一个说法 但是那一段时间有多惨 或者对于整个土耳其历史 土耳其历史的整个源流来看的话 变成只是一个起源说 他并没有很多 对于后世的土耳其历史文化民族的发展 起了非常关键作用的一些重要市政或事迹 大概就是如此 当然今天来看 没有教授 第一个可费请您稍微做中间一点点 谢谢您 对 然后第二个 我还想请问教授 那土耳其他自己现在有他的教科书 他是怎么样去介绍像刚刚教授提到的 真正他在历史上面他有说 他的这个土耳民族是起源于西伯利亚 对 对 他历史还是有简短的提到这个来源 大概他的记载 大概他们的历史就是很简短的 从我 我举个高中历史 或者初中历史 国中历史来看的话 大致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源头 但是他对于某一些部族的描述 根据后人的研究 他可能多讲一点 例如说 我们中国历史记载了什么 当东西突厥分裂 有提到的这个 我刚刚有带 有跳过去的 因为讲起来就比较复杂 他提到的东西突厥分裂之后 这个东突厥在中国的这个 西北这个领域这个部分 西伯利亚下来以后就移居到新疆 就是我们所谓的金山 阿尔泰山附近 从这边后来又不断的发展 原生出我们中国历史记载的回合 回合又有九姓突厥 九姓回合 十姓回合的这些历史记载 那换句话说 当时强盛的领袖 他可能有九个儿子 九个小孩或者十个 然后又各自分支出去 然后这分支出去以后呢 又有一些 后来会有记载 当你这样子弱弱的被 被其他民族并吞或者合并了之后 你的历史记载就消失了 但是当你强政统治别人的时候 你的名字就变成一个国民 又延续了这个历史记载 所以从中国的回合 那回合就跟后期的维吾尔 还有比较紧密的关系 那回合又发展 然后出来领袖又有一个叫嘎吉斯 中国历史也有记载 然后后来不断的这样发展 所以土耳其基本上是用这个架构 去建构他的历史 那当然到了欧洲以后 他跟欧洲的这个紧密历史的究竟 谈得比较多 那凯末尔建国以后 土耳其建立了一个新秩序 这部分也谈得比较多 因为这些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凯末尔 他建立了一个这个 新的是亚洲第二个 是我们中华民国之后的第二个 共和国的时候 他确立了议会制度 国会 然后 他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制度 这个政教分离的制度 就是今天所有 伊斯兰世界的政体当中 可能是最大的一个 可否向前迈进的一个 我们讲原因也 也好 或者是阻碍也好 我们看大部分的阿拉伯世界国家 他的宗教跟政治是结合的 还有国家用的是伊斯兰法 伊斯兰法并不是不好 但是在一个国家体制里面 有些国家是宪法伊斯兰法并用 使用的领域不同 那另外呢 就是凯末尔在土耳其人的这个 语言历史上 造力很深 刚刚没有提到的 在这么冗长的背景当中 这个国家的语言跟文字是怎么样呢 我想太繁琐的 过去的背景不太 刚刚讲的奥斯曼帝国 他建立在波斯阿拉伯的 传统回教的民族中间 然后他又有自己的语言 这个奥斯曼文真是复杂到不得了 在这个世界上 大量的阅读呢 这些阿拉伯文的单字 语法 一些习惯用语 也静见的变成外来语 进入了奥斯曼人使用的土耳其文当中 那还有早期伊斯兰在发展的时候 波斯人 就是今天 塔奇克 伊朗 阿富汗 这三个地区的人 他们有很 很丰富的文明 他们在伊斯兰的文化领域上 宗教领域上 也有著苏尼所建立的一些东西 那 塞尔朱帝国曾经建立在今天伊朗的领土上 因为这个因缘 还有宗教上的因缘 奥斯曼文里面 奥斯曼人使用的土耳其文里面 也充斥着波斯体系的语法跟单字 所以他就混杂成 一个非常奇怪的语言 非常难学 好 这个呢 造成了当时奥斯曼帝国后期 市值率偏低 教育无法补给 所以凯末尔改革 废除 改用29个字母 英文的26 减掉三个加上六个 改造六个新的 那这个呢 让土耳其的市值率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市值率以及教育的水平都提高了 市值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那他这些贡献建立了现代土耳其的基础 那不得不提的是 当他国家强盛的时候 17、18世纪 这个法国的民主思潮 那当时对于很多从奥斯曼帝国流欧的 年轻人产生了冲击 很多年轻人去法国 追求这个新的民主思想 然后 带来了很多欧洲的 科技也好 新的科学也好 或者是这些 包括民主社会 政治上的这些新思维也好 所以也间接地促成了 在奥斯曼帝国 中后期的好几次的大改革 甚至 几乎类似政变的这些改变 这些势力结合 当然了 我们提到这些奥斯曼帝国 他从一个很 非常皇权的这个帝国内部 开始慢慢转变的时候 那刚刚讲的这些民族主义 民族独立的这些思潮 也就是 在奥斯曼帝国 盛极而衰的时候 他统治的这个民族 纷纷要起来独立 于是造成了很纷扰的 奥斯曼帝国的后期的历史 那刚刚讲的 最惨的就是 一战的时候 去加入了战败典 这是非常痛苦的 我记得 在我求学的时候 我是念历史系 也有碰到 经济危机 石油危机 石油价格高涨 当然现在已经超过100年 我的指导教授 以及他的一些同学 不同历史系学门的教授 常常很感叹说 今天加了一个牛 真是会到不行 想一想 伊拉克的 北部的莫索尔游艇 想一想 今天亚赛派的巴库 首府巴库附近的游艇 才在战后 从我们手上离去 还不到100年 所以这个 这是让人很感慨 那我在土耳其的时候 因为工商发展 还没那么发达 土耳其东南部有产油 当时可以占土耳其 使用量的三分之一 会接触过一些在探油的家族 他们说 哎呀我们挖油真辛苦 我们挖那个 砖油井要探到2000多公尺深 如果说 我们这里跟伊拉克 跟海湾这些国家 在地底下 它的油 油麦 油矿是连在一起的话 我真希望是连在一起 那我挖那么深啊 他们的油就流过来 当然现在土耳其的产油啊 随着工商的发展 它占外面的 占它使用的比例很 不过 从这一段历史 我想 各位约听大宗或孙哥 应该可以了解 有这么样一个背景的民族 它处理事情的态度方法 绝对是非常灵活的 所以土耳其不产油 但它知道它的重要性 所以它在20年前 跟伊拉克达成协议了 欧洲使用石油的国家 要绕到苏伊士运河去那里载油 干脆几千公里 你就铺个油管 到我土耳其南部吧 那所以呢 欧洲呢 很多国家就从地中海过来 就可以占 运费也省 什么都省 所以呢 那土耳其自己 跟伊拉克买的油呢 水管一开 油管一开油就来了 完全美运费啊 所以它很弹性的在使用这些东西 这个也跟 有时候跟一些朋友的 学生分享的时候 我这边 算作不跳题 好 中国人 我想请问您 因为我们刚开始 在这个采访您之前 我有跟您先沟空 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也很有趣的 就是说 中文可以说是技术 土耳其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媒介 您可不可以稍微着重说一下这个事情 好 我先谈一下这一段 欧洲人开始发掘这个中亚啦 这些草原上的民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 但是起步的很晚 到了十八九 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代表人物 因为俄国后来经营了西伯利亚 又逐渐的并吞了在中亚的这些 土耳其民族 包括什么哈萨克啦 就是在苏联时期的所谓 这些加盟共和国 为什么先提这个呢 这个就跟孙哥提的这个状况 有一个先导性的指标 那当时有一个威廉·巴托特 他写了几本书 他就到中亚研究 这个中亚的史地人文 然后就接触了土耳其民族 这些部族 我记得他有一个中亚突厥史料 十二讲的这本书 大陆有中文翻译 然后他开宗民意在续言就讲了 接触了以及研究了这些土耳其 系统的民族之后 发觉非常困难 他说即以史料为例 一个好的研究者要了解 除了土耳其文要学习之外 必须学习中文 因为早期的史料 只有存在中国的历史记载当中 然后刚刚的一个背景 土耳其人往西走了以后 接触了阿拉伯人 接触了波斯人 所以早期的很多历史呢 是在阿拉伯文跟波斯文的官方文书 以及一些诗人记载 或者一些旅行家建文录里面 这三大非常困难的语言 已经你要把它学透 你才可以研究它的历史 那刚刚讲欧洲早期开始动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大航海时代开始的时候 然后慢慢的取代思路 那在陆路上进行研究的呢 有很多北欧的学者 波兰的学者 德国的学者 法国的学者 他们留下来的著作是各自语言的 然后他说几个留有重要记载的 欧洲语言也要学习 然后他很感慨说 当我把这些语言学习透彻之后 我大概也退休了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 的确 在土耳其 我读的首都的安卡拉大学 文史地学院的历史系 非常的庞大 但是历史系呢 只要对于中世纪以前历史的研究 都非常鼓励他的学生 去大陆或者来台湾 学中文 因为死掉只有中文以后 很有趣 这一点非常的特别 一个国家 但他有没有文字呢 有 刚刚讲到最强盛的时候 六七世纪的时候 后来呢 就是在叶尼赛 在厄尔混河 附近呢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碑 石碑 这个就沿袭了中国人 古代历朝历代的一个历史 一段强盛的过往 或者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征战之后 国王会立一个碑 刻一些文字 做一些记者 纪念这一段光荣的历史 好 这碑文里面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必加可汉 比加可汉 比加可汉 比加汉的碑 那这个碑文啊 在十九世纪末年 大概是一八九九年 像是丹麦还是瑞典的学者 汤姆森 在发现了一段时间以后 解读成功 他这个文字 现在全世界 包括都没有人认得 他解读成功 但解读成功 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时的碑文啊 当时的碑文啊 就是当时他们用的文字之外 没有人认得 他有的是四面 三面 有一面是中文 有一面是汉文 好 所以他就根据他的意义对照 解读成功 这个是目前历史上有记载的 了解的是 哦 所以土耳其人把它叫做 这个欧汉 欧魂 碑文的这个语言 那这是一个已经 尘封在历史里面的语言 好 那后期的 语言发展 外来词特别多啊 跟日文一样 对 佛教授 那个对不起 打 打打打打打 我想要请问您 您刚讲的 非常非常的这个全面 而且 在很短的时间就凝聚啊 刚有一个观念啊 您提到就是说 从他西迁的过程中 吸收了重要的宗教元素 从阿拉伯人那边学到 也从也吸收了这个 古代非常辉煌的波斯文明 那波斯文明也变成了这个 土耳其文化里面重要的 影响土耳其文化语言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我就在想 想请问教授 就是说 那现在 这样子这么久远的这个发展以后 到 那这个土耳其文的这个文本啊 还有他书写的方法啊 那个到底跟现在在新疆的维吾尔人的差距 是什么样子 好 这很有意思了啊 这个 当全面伊斯兰话之后啊 维吾尔人 他用的维吾尔文 也是用阿拉伯文字的评写 好 但他有个差别 就是突厥系的呢 这些他的各民族语言呢 他就是四套母音 八个 四组 总共八个母音 都没有变 但是他开始用阿拉伯文的时候 阿拉伯文是有一个麻烦 他初学者会标母音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呢 阿拉伯文字写出来只有子音没有母音 但是你读熟了你知道母音怎么写 好 那这一套系统当突厥系的 不管是席签的啊 这叫奥斯曼人或者维吾尔人 他在使用的时候发觉不方便 于是 他就把母音写上去 这就是一个差别 那今天的维吾尔文啊 这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大陆统治的时候呢 就49年以后 曾经有短暂的要求他们拉丁化 但是也没有很成功 他的差异在哪里 第一个我们讲他的文字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朱尔奇凯末的时候 拉丁化 那拉丁化的 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学习使用便利 但是凯末尔是第一个拉丁化的人吗 不 当 一战之前 啊 从整个今天新疆的维吾尔 一直到土耳其 到了东欧这些 讲土耳其文的民族就发现了 我们讲的都是方言 我 以我的印象 以我的接触 目前 土耳其人 他如果去亚赛拜 百分之百全通 他去哈萨克 或者他去新疆 他去中亚乌兹别克 他会觉得听他们的话听起来似曾相识 你会有个别的单字很像 但是呢 学习的很快 几个月就适应了 哦 我们这样子说 这个时代的时候 你们是那样子说 他今天的关系是这样 所以 完全可以通了 哎 一比例有不同 就像 我记得有一次 台湾有一个记者去 亚赛拜兰采访 他播出来的时候 完了总统说的话 我完全可以听得懂 嗯 接近 但是 今天的维吾尔呢 会有差距 这差距我简单的说 有几个 第一个呢 比如说 某一个名词 以前是这样用 那土耳其 接触了西方人 现在用了外来词 不用那个旧字 这样了解吗 嗯 中间就有差异 可是呢 某些人听得懂 那些人也听得懂 所以彼此可以沟通 那还有有一些 单字上面的一些状况 因为各自发展 受到旁边邻居的影响 有的慢慢淡化 不用这个 但是基本上 他的文法 他的语言的调性 是同一个架构 所以沟通很容易 我举个例子 四九年之后呢 有两三千新疆人 就避难到了台湾 包括什么 后来很有名 红约案的那个 阿卜杜拉利伟 但是同时有两三万 新疆的人士 逃到巴西斯坦 或者间接逃到土耳其 到土耳其的呢 他的语言 他的宗教呢 跟他的家乡没有差别 那这些到了新疆的 到了台湾的就好像到了国外 要重新适应 但是我发觉 维吾尔文里面跟今天的土耳其文 因为距离很远 是有一点点差距 可是沟通呢 我这样讲好了 说河南话 哇 这个口音很重 他可能到了云南 都有一个男字 哇 刚开始很难沟通 那两三个月以后 他习惯了 我们这样讲 哦 原来你那样讲 我改个音 你就懂了 这个状况就跟突厥系统 这些各部族民族中间的语言 状况非常的相似 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教授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为我们观众提供了一个 一个可以说浓缩的土耳其的历史 而且跟文化 我们期待下次教授有时间的话 再跟我们多介绍这个土耳其 这个土耳其这个民族 实在是非常非常独特 这个从西伯利亚发基 然后一直到最远的时候到欧洲基 可以说上万公里 上万公里的长征 所以跟我们中原的民族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兄弟 远方不同族的兄弟 不同性的兄弟 很有意思 很多想法也跟我们一样 今天也谢谢孙哥 给我这个机会 能跟我们的频道中来分享 谢谢 好 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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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